对于患有婴儿呼吸窘迫症候群,儿子的新生儿使用气泡SPAP作为非侵入性通气策略的优点包括 1.简单,成本低 气泡SPAP是一种简单且低成本的方法 为自主呼吸的新生儿提供持续性镇压呼吸器 SPAP以维持呼气肺容量 气泡SPAP是一种为自主呼吸的新生儿提供持续性呼吸道镇压 SPAP以维持呼气肺容量的方法 在此方法中,透过短双鼻管或鼻罩输送混合且湿润的氧气 并透过将呼气管的远端进入水中来维持回路中的压力 管子静默的深度决定了婴儿气道中积聚的压力 气泡SPAP是一种针对患有婴儿呼吸窘迫症候群 儿子的新生儿的非侵入性通气策略 这是一种向自主呼吸的新生儿提供持续性镇压呼吸器 SPAP以维持呼气肺容量的方法 在此方法中,透过短双鼻管或鼻罩输送混合且湿润的氧气 并透过将呼气管的远端进入水中来维持回路中的压力 确定患有儿子的新生儿是否可以接受气泡SPAP治疗的标准 包括 1. 新生儿必须有自主呼吸 2. 新生儿气道必须畅通 3. 新生儿必须有足够的肺顺应性 4. 新生儿必须有足够的胸臂顺应性 5. 新生儿必须有足够的呼吸肌肉力量 6. 新生儿必须有足够的呼吸控制能力 6. 新生儿必须有足够的肺顺应性